市府的健康會委託的後面 將能夠了解到 新市的青龍是如何醫療創新行動 留在高雄創業還有發展 更到新市區農會 新市青龍的議會 共同合作 辦理到市場教育 還有尤其農業 交流共學的這個參考活動 由願意留在高雄這些青年團隊 來分享他們在在地創業的行動過程 讓更多青年朋友 可以共同來探索 高雄影響發展的可能性 今天一早雖然留在高雄 但是在高雄來可以看到一堆 不怕豐富的民眾和年輕人 來到台南新市青龍 蔡永順的高雄 天安菜下來到時候都夠有多長 可以看到不管是高雄還是小朋友 大家的手中都拿到打萬樂下來下來 都非常滿足和高興 你手上拿的是什麼東西 酪梨 酪梨喔 那才回去要幹什麼 打牛奶喝 打牛奶喝 讓他們來體驗一下什麼叫採酪梨 因為大家都在現場 就是在全年啊 或是市場才有看到酪梨 那真正看到酪梨掉在樹上是什麼樣子 然後也讓大家了解一下說 大家農民在在栽種的時候有多辛苦 這處是從高雄和有機農業 交流強化 參謀多多年 由市佈研科會和新市區農會 新市青龍連議會 陳百搭的白桑更為公共共同合作辦理 让民众了解新奇情龙 如何以重新行动 也有在高养創业到发展 然后也可以鼓励更多的在地的台南人 然后来投入自己有兴趣的 自己有发挥自己的热情 对,然后希望可以让我们台南 有各地区都有更好的发展 持有健康会基础 男青出人母共和交流 以青年作为地方串的动力 由原因老地高兵的青年团队 分享在地創业行动过程 让各地青年共同探设 家庭荣食发展 和经济更好的可能性 既然肖建委的新奇苦仓报道